今天出席发放20.9元的现金鼓励 但没想到出席第一天股价就大跳水 亮灯跌停收在408.5 创下8个月来新低 外资高喊不乐观大坦荡的目标价 被认为是股价重挫的主因 股东会上成功董事长江朝瑞对外信心喊话 还言犹在耳 没想到市场抄不给面子 4号股价烧到跌停亮灯锁死 直到收盘408.5元创下8个多月新低 它已经从640几块一路跌了将年200块钱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第一个 它第二季的营收的季白季 有外资预估可能衰退20% 这个数字比当初预估稍微来得高一点点 身为去年台股EPS霍利王成红4号除袭 每股配发现金20.91元 但遭到外资大侃目标价搅局 除息首日出现大跳水情况 严重贴席 中国大陆有个强的竞争对手叫欧飞光 它未来可能在未来的时间 慢慢会抢轻蚀出控的市场 市场不乐观认为6月份 成红平板笔电出货不如预期 加上下游厂商调整库存 拖累了第二季表现 EPS恐怕只有10元左右 股价今年大概赚40块钱 EPS应该是看得到的 所以说再往下跌 我觉得在空间应该有限了 所以现阶段我觉得 可能不是要去卖横红的股票 本来是低档慢慢要注意它的买点 分析师认为平板热潮还在延烧 加上陈宏新产线陆续量产 连续两年发放超过20元股利 身为台股EPS霍利王 实力还是不容小觑 东西产的新闻 林志宜 吴志敏 台北 常播到